如果一个女人把一顶扭扣都要完整的扣号 那么她是否会变成吐气的姑娘 今天我要讲这个故事可能会冲刷你的三观 她讲述了一个成年女性从小到大的心境变化 在婚礼前和初恋相遇 结果婚后剩下的孩子却长得一点都不像丈夫 成年人的犯错好像就在一瞬之间 那么这个日本成年女子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请你有耐心的听我讲讲 男女子从美国回到老家日本金泽 从小她就向往着大城市的生活 梦想着好衣服和名牌货 甚至想要帮上条件好的男人 所以在高中毕业后就去了东京上学 不过父母的期盼继续留在东京工作 五年没有回家了 儿子也已经四岁了 在榜人看来她比任何人都出色 比任何人都幸福 可其实婚后的生活她并不幸福 甚至催发出了暴食催吐的病症 回到家的她看到西日家乡的风景都变样了 曾经那条被称为女川的浅野川 如今被混凝土加固的河岸控制了水流 以前看到这条女川 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一位放荡不羁的女子 可现在在看到这条女川 脑海中的那位女子 是否变得连衣领的纽扣都要扣好的吐气姑娘呢 一切的一切都变了 可是家里的味道却从未改变 父亲在七年前就转行 西式糕店 那双拥有魔力的手 可以从无道有 制造出各种精美的点心 看着这双手 男女子的思绪就回到了过去 是那个男人毁了自己 是那个男人让自己在美国充满不安 因为除了父亲之外 还有一个男人久夫 也拥有一双充满魔力的手 在和父亲打招呼后 看着自己最喜欢吃的甜品 男女子的思绪开始有些烦躁 过去的那份情感让她有些厌恶 可是却始终让她注视着 一直注视着 那是近高中的那年夏天 男女子来到父亲工作的店里打工 邂逅人生中永远都无法忘怀的男人 虽然两年是童年的初中同学 可是男女子在一开始 根本想不起九夫的名字 旁边的阿婆和阿公还故意调看两人 新年地询问两人是否初中同学 阿公和阿婆都小开花了 男女子不太记得那时候的心情 但或许在内心想着 一定不会和九夫扯上关系 九夫在初中的时候 却不是张扬的学生 或许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因为九夫是生活在特殊机构里的 无法和双亲正常生活 后来因为没有足够的钱 支付学费 九夫并没有升学 而是来到糕点店做学徒 男女子还记得那一年的暑假 自己只和九夫说过一次话 而那个时候的男女子 很羡慕自己的姐姐 漂亮又聪明的她 几乎走到哪里都是自在闪光 男女子虽然羡慕 但是却不嫉妒 反而将姐姐当成了自己的偶像 可是随着姐姐长大后 男女子发现 息着耀眼的女神姐姐 不管在升学就业还是结婚 都选择在家乡 慢慢地 她成了一个即便是在大街上擦肩而过 也不会有人去回头看她的普通女人 男女子光是想一想这样的情况 就感觉快疯了 她坚决不允许自己的未来 会和姐姐互相重叠 所以她有了一个打算 一定要离开这所小城 让自己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 不过在这之前 她还是在糕点店打工着 青春少年的青涩 在见到九夫光着膀子的模样 进来会躲在角落里头头脸红 她虽然和九夫没有再继续交流过 但却发现九夫做点心的手艺变得越发精湛 但性格上却完全没有改变 活泼的阿婆特别讨厌这样的人 所以总是吐槽九夫这样的人很难接近 九夫几乎可以说是 将自己的全部都献给了点心 而莱莉子对九夫的感觉 其实并不是太强烈 起码现在的她在回忆中 是给自己这样解释 但是她不得不承认自己总会被九夫的指尖抢走视线 那是不同于父亲的双手 九夫那是优美得几乎看不出关节的女性般手指 优雅 而又细致地做着各种形状的糕点 那时候让莱莉子在身体的最深处 仿佛要了一只崩溃般的失败感渗了出来 但是一切都按照莱莉子的预想一样 她要去东京的大学深造 一切的罪孽都是在自己准备离开点心店的最后一天 九夫主动递来一份点心 让她尝尝 青色少女的手指第一次触碰到一心时 那份青色显而易见 但随后还是马上接过了糕点 吃了起来 在得到莱莉子夸赞后 九夫那碗路面胎的脸终于引来了第一次微笑 两人那一夜一同走在湖边 那划过河边的风吹在两人身上 同时也吹拂着两人的心 一度无话 分别之后在相见时 已经是十年之后了 这个时候的莱莉子已经留了长发 浑身上下充满了成熟的味道 青色模样已经成了过往 而九夫在外貌上没有太大的改变 但是却有贵人帮助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点心店 九夫已经没有过去那般沉闷 客人走的时候会很有礼貌地感谢光临 乃莉子还调侃她 终于带来亲切了 随后 九夫拿了一款自己眼珠的点心 这一幕出现在十年前 可是乃莉子好像感觉就在昨天 伸手接过的时候 手却偷偷地伸过去触碰了一下 但已经没了青春时期的情色 乃莉子马上就要结婚了 她找了一个多金的男友 而在和九夫分别时 她又买了一袋那个点心 回到家的时候 一人陶醉在九夫 那凝巧的手指 她无法忘怀 于是 在雨夜中找到了九夫 直白地对她说 我想和你发生关系 片刻的沉默后 九夫询问 我的房间可以吗 两人在这一夜放松了彼此 可是在乃莉子要走的时候 九夫就抓紧她说 不要走 但乃莉子从未想过在这里住足 一个要留 一个要走 两人都没有说服彼此 心中的不舍只能化为无奈 所以时间流逝 看能否淡忘掉 但或许这辈子 乃莉子都不会忘记 因为在婚后不久 她跟随丈夫前往美国 并且发现自己怀有身孕 最后孩子基硕出生了 丈夫苍行 似乎也知道了基硕不是她的孩子 因为从没有一个人说过孩子 长得像她 这个秘密被乃莉子埋在心中 一直无法释怀 尤其是回到家乡后 她这份情绪变得更加烦躁 现在乃莉子比以往更加吸引人 对比姐姐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姐夫长相很一般 至于姐姐早就没了以前的耀眼 乃莉子得到以前想要的一切 逃离家乡 走到大城市 嫁个有钱男人等等 可是 在看到姐姐她平凡的一家后 那温馨的一幕 却让她有些疑惑 自己的路 走错了吗 她突然明白 幸福正以最浅俭的形态在眼前展现 如果她现在想和丈夫分手 眼前的他们又会有怎样的神情出现呢 回想起自己在夜晚抱拥抱时 然后到这座呕吐的一幕 幸福到底是什么 在得到一切想要的东西后 乃莉子发现自己和丈夫之间的关心 开始逐渐消失 优秀的丈夫身边 从我赶不完的女人出现 加上丈夫沉迷工作 为家庭付出 自己内心的空洞 即便看着儿子都无法填满 每天夜里吃吃吐吐 已经不知道多久了 可是 丈夫好像没有发现一样 这次回来除了探亲之外 乃莉子还是去见了舅夫 她已经有了一个一岁的孩子 和当初投资这家点心店的 投资的女儿成婚 他们都或许完成了儿时曾经的梦想 但却好像并不幸福 舅夫问基数 几岁啦 没有等孩子回答 乃莉子就说三岁了 跪他前就摆着舅夫和妻子的合照 但是他没有给乃莉子看 在告别时 舅夫还是忍不住地追出来询问 你现在过得还好吗 在短暂的错误之下 乃莉子笑着回答 非常幸福 在回家的路上 基数还傻傻地在算着 自己到底几岁了 而乃莉子似乎在见到舅夫后 已经放下心中的那份情感了 他询问自己如果 那个时候没有离开 现在自己究竟会是如何 可是用如果做假设的人生 能有什么作用呢 现在的他还是他 基数也在自己身边 那就足够了 片名 成立女性的动画时间 全自其中的脸龙 划过河面的风 看完后我知道 有很多的你开始 忍不住骂乃莉子了 可是你真的看懂 内容中的所有细节了吗 在我开始点评之前 我先甩个锅 以下的一些解析 都是针对故事 开头说的放荡不羁 在我看来 并不是指乃莉子 不能说舅夫是自己的为爱 但却也是第一个爱的男人 所以会产生不舍的情感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虽然在婚前发生关系 这是道德百坏的举措 但是说个比较难听的话 任何人都有可能犯这种错误 而这部动画 即便是成年人来看 也会漏掉N多细节 乃莉子一共接过三次九夫 抵来的点心 第一次 因为青涩 有了初点般的感觉 而飞快闪开 第二次是在结婚之前 乃莉子挑逗了九夫 而最关键的细节 就是在第三次 乃莉子只是单纯地 接过点心 却没有任何动作 而九夫的手 却在空中愣了一下 因为两人完全是友情的 这个又可以 从两人见面的时候 九夫拿起了自己 和艾伦的合照 他没有给乃莉子看 正常人一般都会乐意分享 家庭的美好 既然九夫愿意把这个照片 放在柜台 说明他并不是害怕被人看见 而是害怕被乃莉子看见 那个时候的镜头 有那么几秒 一直停留在九夫的手 乃莉子被九夫迷住的关键 就是在那魂牵梦绕的手指 而后面这张照片 被放在柜台上后 九夫转动了一下 反光导致照片的女主 成了乃莉子 而男主则成了一道影子 可不难看出 这就是九夫的影子 所以两人对彼此的情感 都可以说是非常的深 但是命运终究 无法让两位友情人走到一起 随后才会最初来询问 乃莉子是否过得幸福 这句话其实也在变相询问自己 而乃莉子最后的回答 说发自内心的真实回答 她真的幸福 她为什么会觉得幸福 我并不认为是她爱上了丈夫 因为丈夫的冷淡 或许也有来自于 发现孩子不是自己的一些猜测 乃莉子最后认为幸福是因为 其实没有如果这种人生 有的只是前方 她不愿意破坏他人家庭 最重要的是 其实有着那家伙一样的 宁巧手指 有着最爱之人的传承 虽不能陪伴 但也幸福 并且即便不甘心又有何用 毕竟自己选择的路 就要一直往前走 划过河面的风 不是吹皱了河面 而给河面带来不同 吹皱了一池春水 却吹不散 河水奔涌的方向 这部剧 三观确实大有问题 但我对这份爱情 真的产生了羡慕 只可惜 友情人无法装成眷属 不知道各位观众 对乃莉子是怎样的评价 可以在评论区一起讨论 不要吵架 友好交谈 好吗 最后当我再吐槽一下 第一次看这部剧的时候 因为男主叫九夫 结果日语根本不懂意思 只能看着字幕 看到之后才发现 啊哈 不是丈夫啊 太尴尬了 我是少年 一位迷恋又可爱的 九情人男孩 如果喜欢的解说 请点赞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 点赞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 请不吝点赞转发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